年紀最小的一年級 目前就是只有五個小朋友 我们面对的不是少子的话 说生一个小就不生了问题 我们是没有人再生小 因为年轻一辈都搬离这个地方 整个社区都是老人的时候怎么办 去年佐证出生十四个小朋友 过是有九十几个 在我自己的看法是 小学阶段其实每个学校都一样好 教育部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实际上是偏向会认为 譬如说新化永康的新化比较好 可是新化的搞不好 也有一批家长认为台南市的更好 那台南市认为台北市更好 所以永远比较不晚 这是我们很无奈的地方 我是读光荣国小毕业的 我们班也有人当医生 所以不是偏向不好 只是我们的人越来越少而已 我一定会想到这种青年 经训辑了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